第八 它說碳在氧氣不足中燃燒 什麼叫氧氣不足? 就是蒸氧,對 碳 碳是第一嘛,對不對 氧氣叫什麼呢? 叫做O2 可是它還是O2,就是氧氣比較少而已 懂意思嗎? 所以其實不用碳氧氣不足 不是,可是這個條件 就叫說你在密閉的空間中燒碳就是會死 那你在外面燒碳不會死,為什麼? 因為氧氣不足 所以氧氣不足多少錢 氧氣不足會影響這個事 會影響反應的變化 因為本來一個碳可以跟兩個氧結合 氧氣不足不就死了嗎? 沒有,就是燒碳有一定過,燒碳會死掉 會想像是氧化碳,洗澡也會死掉,你知道嗎? 沒有,就是熱水出化碳 對 為什麼熱水進裝室內會死掉? 因為氧氣不夠啊 好,同學 氧氣不足是一種條件,這跟濃度有關係 我簡單講一下 本來碳,一個碳可以享受兩個氧,對不對? 跟它結合 應該說分享 因為那個化學就是叫做share,就是分享 一個碳的 這個同學,這種是正常的燃燒,你知道嗎? 碳加氧氣變化氧化碳 可是會有一個情況是 因為碳不會只有一顆碳,後來會很多碳,對不對? 比方說物碳很多碳,對不對? 可是氧怎麼樣? 怎麼樣? 不夠,那怎麼樣? 只好一個人,只能分幾個? 分一個氧,你知道嗎? 這叫做燃燒不全,你懂嗎? 那這個 比方說現在好了,我現在假設都發那個 餅乾給大家吃 我有40塊 假設我有45塊餅乾 每人可以怎麼樣? 分塊 分塊啊 對 那問題是現在假設我只有20塊餅乾 然後每個全盤吃怎麼辦? 可以嗎? 就只好剝一半 對,所以就是這樣子嘛 你如果氧氣很足夠,大家都可以吃得到,對不對? 就可以吃兩塊 可是如果 假設那個汪汪先輩不是兩個 那個一包裡面有兩片嗎? 如果我現在邀請全盤吃 那我只有20片 那我只有20片 20包 我們一定要分那麼少的東西啊 那就不夠啊 那就不要分啊 物資缺乏 可是大家都要吃啊 不公平 大家都要吃最公平 不行,可是化學的世界就是 他們就是都要 好啦,謝謝同學 所以你想想看 這養氣就像一包汪汪先輩 一個人可以吃兩片 正常的時候是這樣 不可以同包就把吃掉 可是有些情況是 一個人只能吃一片 那就怎麼樣?撕開 可是你下面沒有一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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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不同的道理 對,下面變成 這就是 就是養氣不足嘛 就不夠了 可是老師還沒適合系數嗎? 沒有,我還沒平衡啊 我還沒平衡 好,這個有沒有平衡 可以聽我講嗎? 欸,你說 欸,他原本下了 為什麼又不見了? 沒有不見,是不夠分 這個,你看喔 假設這是一個人 這是先輩 一個人吃一包先輩 一個人吃一包先輩 每個人可以吃兩口 可以兩片 一人兩片 一人兩片,可以嗎? 現在呢 人 然後呢 一包先輩 可是呢 他跟你講的結果就是說 現在這個人只有吃到一片 那發生什麼事情呢? 不只一包先輩啊 不只 不是 人太多 不是先輩太少啊 不是先輩太少啊 對,先輩太多我會忍太多嗎? 不是是先輩太少 啊現在我就因為忍太多啊 不是啊,是人一樣啊 你沒有平衡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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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因為他們平衡OK 我等一下平衡之後 你就知道為什麼 OK 好 好 我們先來看看第一個情況 第二個情況已經平衡了對不對 不用再做任何處理對不對 一個碳,一個碳 兩個氧 OK 那這有沒有平衡 沒有,這要什麼平衡 來看一下 一個碳,一個碳 沒有問題 碳沒有比他 兩個氧 這邊幾個氧 一個 所以他寫幾 寫二對不對 可是問題寫二之後 這邊又變幾個碳 兩個 所以是二 所以他是因為這樣子 兩個人搶一包先輩 所以結果是因為 兩個人搶一包先輩 所以只要一人吃一片 對一人一片啊 這叫一氧化碳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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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叫二氧化碳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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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二氧化碳 沒有,這是一 因為一包裡面有兩片 你會吃窩窩窩先輩嗎 好吃 誰沒吃過窩窩先輩 誰沒吃過窩窩先輩 好,同學 所以真的是 就是氧氣超足 就會變二氧化碳 氧氣不足 就會變什麼 一氧化碳 你這樣子 2COC啊 就2比1比2 所以他是不見了嗎 沒有,不見是一人分一片 可是他就是不見 他就沒了啊 沒有啊 就這裡啊 因為2乘1、2乘2 左邊兩個氧 右邊兩個氧 所以他本來 所以 那為什麼本來會寫那樣 本來 這是還沒平衡之前啊 還沒平衡之前 是告訴你說 所以這樣是錯的嗎 對,這是錯的啊 那幹嘛寫 這是不完全的 他現在要告訴你嗎 因為我們現在就是在 我們現在就是要做這件事情 把它從不完整變到完整 反正就是錯的面對 對,就是 因為題目只會告訴你這個 你要把它改成正確的 那 你就要算嘛 我們再看一次 一個碳 對,等一下 一個碳 一個碳 沒問題對不對 兩個氧 這邊要幾個氧 這邊要寫幾個 兩個嘛 所以就CO寫兩遍嘛 就兩個一樣 對不對 那平衡之後呢 這邊兩個碳 所以這邊要再補幾個碳 一個碳 一個碳 所以最後平衡是 2C加O2 變成2CO2 所以這是第8的結果 在這裡 這樣可以嗎 可以 所以2C加O2 等於2CO 所以他自己看喔 你跟第一個式子比較 就發現 本來是一個C跟一個O2 現在變幾個C了 兩個C去搶幾個O2 一個O2 所以最後就會變成兩個C喔 這樣懂事嗎 可以 好,我們把那個 我們把燃燒寫完了 可以嗎 課本還有一個燃燒很複雜喔 課本還有一個燃燒很複雜喔